怎么判断小孩需要打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伟华 先是第一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判断小孩需不需要打虫 那么咱首先要知道孩子到底有没有虫 有没有虫咱的检查方法是比较多的 比如咱做一个大便常规的检查 我们可以在里面找虫暖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但现在这个阳性率很低 很难找到这个虫暖 另外一个就咱做一个超生或者长径 这个偶尔能看到这个成虫 但这个可能操作性不是那么好 家长的依从性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个判断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最简单的还是做一个大便常规看看 另外家长可以自己判断 现在家庭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 很少会出现这种虫子 这也是 另外呢家长会注意一下孩子会不会经常喊叫肚子疼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家长要注意一下孩子会不会出现一个消瘦 如果孩子肚子边有虫的时候 他会和小孩争夺这个营养 那么小孩就会出现一个消瘦现象 所以有这种症状的孩子呢 家长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但最简单的 擦个大便常规 其实还可以这样子擦 教一个方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他经常挠屁股 你给屁股上把那个你的透明胶布干净的给上面贴一点 他们如果真的有虫子第二天胶布上可能会因为这个蛔虫呀 晚上会出来活动 他可能会爬出来这样会粘到一些胶布上 那么这个时候拿去检验可能会概率会高一些 这也可能是一个小窍门 有的家长曾经试过还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医院呢通常用粪便 里边有个虫暖检查来看孩子有没有虫 那么此外